觀眾朋友 我們來接聽您的電話囉 我們有好多朋友已經在線上等了喔 首先第一通是宜蘭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好 林小姐在線上囉 林小姐你好 你好 請說 請說 現場我最尊重的來賓大家好 我是三年級的啦 我頭部跟她在找人 我每天聽到電視 我現在請問我們的所謂的意見 那個菲律賓的主人來時 她去基調是去用哪兒 那個鹽油 我們在中國所有的鹽油 在那個鹽油 都沒有消失了 你有跟我們八成交代你怎麼處理 吞下去了 吞下去了 是不是 還有一條就是 阿拜我們各鄉人是不是 不用再交稅金給中央 我們給我們地方的來處理就好了 是 還有我們 民進黨 像我們八成都叫他不提高欣賞 我們會好幾年 你那個老委會那個啊 這樣對嗎 我們都沒有尊嚴喔 民進黨比我們都沒有尊嚴 我們是畜生喔 謝謝 謝謝林小姐的意見 對不起 謝謝 謝忠賓加油 謝謝 林小姐說這個蘇貞昌院長覺得說 好像只會對自己人比較欺負喔 對應該要爭取要面對要拿出態度的 好像都不聞不問一樣喔 來 再接一通 台北的王小姐 台北的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來來來 請說請說 我是認為 蘇貞昌給錢給得不甘不甩 他不是在卡韓國瑜 那是 他是在卡高雄人民 那在修理沒投給陳其邁的那些人民 在懲罰他們就對了 對 那最好文子去盯給投給陳其邁的這些綠營 最好爆發了 你看綠色支持者還會不會再投給民進黨 錢不下來也等於在修理他們自己綠色的支持者 不是嗎 但是文子沒有那麼聰明啊 他不知道哪一個是投給陳其邁哪一個不是啊 但是如果這個事情如果爆發出來 錢一直不給下來的話 那支持者支持民進黨的人 他們會不會怪蘇貞昌呢 對不對 他們還是會怪蘇貞昌嘛 那這條一定會算在蘇貞昌的頭上嘛 對不對 那等於是 謝謝 那個取笑韓國瑜 就等於在取笑高雄人民一樣 好的 謝謝王小姐 好 再來接下一通是高雄的劉小姐 喂 劉小姐嗎 你好 劉小姐好 您是高雄人 我覺得喔 防疫真的不分藍綠啊 這樣做太明顯了 今天如果是陳其邁會這樣嗎 不會 我覺得我們高雄市民真的太善良了 蔡英文啊 蘇貞昌真的是擺明欺負我們高雄人 我們壓抑著基米的路口 我們恨不得明天就1月11號投票日 馬上下架差 真的 林國慶你很棒 接地氣 堂上節目 謝謝 謝謝 中天加油 好 謝謝 謝謝劉小姐 好 來 再接一通 也是南部的朋友喔 屏東的林先生 林先生您好 你好 林先生 會不會怕燈格熱啊 就在高雄旁邊 我說台灣的好不好 好 請問 我兩位主席人好 這裡請訓練大家好 我屏東的民主都給台北三的人寫了料 第一位是蔡英文 屏東人 第二位是蘇貞昌 屏東人 第三位是蘇貞昌 屏東人 他們都沒有 對說他們剛好剛好屏東都沒有在建設 你做三位去修東的時候 可以說打高鐵 捷運 或是說開車去到鄉村 這樣那時候不是做那個 都沒有 然後再來升高雄 這樣對 虧他們還是屏東人齁 在其位要謀其證 真的要做事啦 所以我們總統加油盡量多補 我們都支持啦 好 感恩喔 謝謝 再來看到高雄的蘇小姐 蘇小姐妳好 也是高雄東人 我說蘇貞很客人 親手跟上去韓國瑜 韓國瑜跟高雄八歲 給她感恩了 還有那些市議員 那裡也去賠儀 安寧病房很嚴重 她就不會這樣 反正她也死了很可憐 讓你們這樣抹抹抹抹 對了 中天加油 好 謝謝 謝謝 對 讓我躲到 沒錯 謝謝 謝謝 reck